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讲到华人的话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讲说 想买一块风水的福地 那买风水福地的话呢 基本上找自己信得过的风水师过来看 那如果是我们讲得很 如果我们要讲得很详细的话呢 这个风水师会根据这个人的生成八字 去量 然后量不同的方位 然后在不同的方位 主要是讲求他的方向 朝的朝向 以及他的那个 时间跟位置 什么是位置 就是他的朝向 时间呢 就是具体说 如果人走了之后 他要几点几刻去下葬 这就是一个很 就是很风水的讲法 那普通的人呢 他我们会选一些 普通的风水比较好的 大部分的人 他们会选择 还是一样朝向的问题啦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讲的 左倾农右白骨 前猪却后玄武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些 其实这个就是一些 我们华人以前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左右有两个扶手 背后有靠山 前面有一个桌子 按 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好的 普通来说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到火化 那火化之后 变成骨灰了嘛 那骨灰的话 有两个大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说 放在墓园里面 第二个 当然有些人 他们喜欢拿回家 或者撒海 那如果我们 放在墓园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也是分 地上跟地下 地上就是我们 所俗称的灵谷塔 那灵谷塔呢 也是有大小 高度之分 那大小的话呢 有时候可以放一个 有时候放两个 三个 最多去到四个 骨灰坛也行 那灵谷塔呢 室内跟室外也是 室内的话 就像住五星级宾馆啦 那室外的话 也是风景看上去很漂亮 灵谷塔哦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一个墙上面 一格一格 所以呢 灵谷塔呢 主要呢 是有高度之分 大部分人 买灵谷塔的时候呢 都是喜欢买 我们眼睛 一样的高度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 当然哦 这一部分也是比较贵的 那如果有一些人 喜欢风景好的话 他们会买到最高的地方 就远远看上去 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人 他们选择不同的位置的 那骨灰呢 也是可以入土为安的 那入土为安 就跟我们土葬一样 他可以选择开放式的 选择花园式的 选择夫妻一人一边的 或者是上下的 那华人来说呢 很多现在很大的趋向 他们就是喜欢买一种 家族式的墓园 那家族式的墓园呢 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可以 可以容纳四到八个位置 那家族式的好处呢 就是说 他可以 一个家人全部在一起咯 然后呢 他会跟别人 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家族式也分 半师家跟全师家 全师家是完全用围墙围起来 跟别人隔开 就我们像住了一个大宅院 四合院这样子 那半师家的话呢 他是用草跟别人分开 就是一个 有一个标志性 这一块是我的 在美国买墓地 所有的墓地 都是规定说 可以下账多少个的 例如说 有一些人 每一块墓地 如果他这边规定 只能像在一个位置的话 那不管是骨灰 还是遗体 你只能放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真的